10万订阅,谢谢你们,未来一起努力吧! 大家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二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日子 为什么总等这样讲? 其实在昨天,当大盘再一次的空方发动以后 你可以发现,今天还是没有办法反弹 为什么讲没有办法反弹? 来,周董姐给你听 我说这个大盘很简单,你千万要记得 它只跟数学有关 估不且什么AI,或者是美股,或者是美股修正拉回 或者是中国金融风暴,先不管 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就是照着周董的关键价在走 当我给他在7月18号17,400的关键价以后 来 我讲过,关键价的设立,我会教你 上礼拜你有看到我的影片了,对不对? 上礼拜五的影片 你打电话来索取,我已经给你了 如果呢,你打电话进来,不通的 或者还没有索取的,今天还有机会 打电话进来,我就免费给你关键价的设立方式 现在呢,当7月18号 我设立关键价在17,400点过后 你有没有发现,它好像长城啊 了解吗?过不去就是过不去 那为什么17,400这么锐利,为什么过不去? 答案就是,关键价就是多空必争之地 如果呢,多头呢,供过去了17,400 那空头呢,就会惨败 可是相对呢,当多头供不过去的时候 那呢,换多头惨败 那什么时候呢,多头才会惨败,来看 当我呢,把关键价杠在这里的时候 我都没有改变过哦 有没有,它就自然的崩落一段 好,那再上来,再上来高拐对不对 你高拐啊,为什么?你过啊 你过啊,你过啊,你过啊 过了之后呢,你必须天天过高 否则呢,还是死路一条 那它有没有过?来看 不敢过啦,为什么讲不敢过? 有没有看到收盘几乎收最低啊 17,400呢,过不去呢,还收最低 有没有?还跌到呢 17,145,有没有? 好,那你说隔点反弹 好,隔点反弹 隔点反弹呢,有没有超过这个二分之一 没有吧?没有吧?没有过后呢,也就算了 你呢,年柱失事线还有旧 结果呢,这一天又发动了 8月2号,我讲过 多头转弱不打紧 重点,什么时候空头攻击 空头攻击 那怎么知道空头攻击? 答案就在周董 我如果呢,当天有改我的关键价的话 就是空方攻击 来看 当天我没有改我的空方 关键价,有吧? 8月2号,你看到的 你看到了,你见证到了 16,900点 那为什么呢?要设立这个点 我有讲过 数学啊,你要记得 国、英、数、社、字 对不对?你最讨厌的五个科目 那为什么你会讨厌? 当然很简单嘛 学车要考 了解吗?会考要考 都考这五科 相对的 这五科呢 你学的很辛苦,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 其实只有一科呢 值得学 剩下的都不值得 这一科叫什么? 数学 那好在啊 好在学五科还有一科有用 够了吧 对不对? 剩下四科呢 其实都不用学 因为都没有准确的答案 只有数学是真的 所以很简单的道理 我讲过 如果多头是真的 屡创新高 如果空头是真的 空头必须空方攻击 空方攻击叫什么? 答案很简单嘛 这支啊 有没有看到? 来看 这一天叫空方攻击 看得出来了呢 有收到我呢 设立关键价的教学 就知道了 今天这一天呢 要设立关键价 设在哪里? 设在呢 相对低点 我也讲过 我过去设关键价 都设到绝对低 可是呢 有时候你不好记 所以呢 我现在改整数 比如说呢 17400 就很好记 比如说呢 16900 就很好记 所以呢 8月2号呢 16900出现以后 我跟你讲过 如果空头是真的 空头是真的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我很忠信哦 我没有预设立场哦 我只是说 如果空头是真的 屡破心低 来看 等一天 等两天 等三天 等四天 等到了吧 破了 有没有 空头是真的 那你有没有做 周董有做 16900点 我一路放空到今天 我都没有变过 你了解吗 我怎么做的 来 进入周董的世界 所以呢 答案很简单啊 今天你会发现 我又多一条线 那为什么多一条线 因为呢 这一次的空头 其实蛮锐利 什么叫蛮锐利的 我以前是不是都给你十日线 我说呢 只有这条线是真的 这条线叫做 攻击发起线 如果呢 K棒在十日线之下 叫做空方攻击 如果呢 K棒在十日线之上 叫做多方攻击 那多方攻击呢 没有所谓的满足点 会一路上去 那空方攻击呢 也没有满足点 会一路下来 那为什么今天呢 要特别把五日线拿出来 因为呢 这一波的攻击 相当的锐利 你有没有发现 连五日线 收盘都过不去啊 有没有发现 收盘都过不去啊 都过不去啊 了解吗 所以呢今天把 特别把五日线 杠出来 你就知道 这一波的空头 来势汹汹 那为什么会来势汹汹 我等一下会讲 你先让周董呢 把怎么样操作 先呢讲给你听 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后面再讲 来 所以呢 答案就很简单吧 方向哪里 往下 往下一定赚 那怎么做 关键价16900之下 十日线之下 期货的开盘价之下 做空 那怎么做空 来 8月10号 8月10号 记得 从上礼拜四开始讲起 因为呢 我们都是一个礼拜呢 做一段行情 礼拜四 做到下礼拜三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答案也很简单 因为呢 外资每一个礼拜 就做一个方向 所以呢 我就跟着外资做 我一定会赚 那怎么做 来 看到没有 16900 一路空 16797 16788 也空 那为什么也要空 关键价之下 之下 十日线之下 了解吗 先把这个五日线去掉 其实我不喜欢线太多 我说只有一条而已 关键价之下 好 五日线 十日线之下 了解吗 期货开盘价之下 所以就是放空嘛 有没有 放空呢 赚了将近200点 所以呢 我们做put 赚1.5倍 做这个 还没有结束哦 什么时候要结束 答案很简单 再隔天 8月11号 怎么做 有没有看到 破切空 破开盘价空 了解吗 最高的空到16724 了解吗 又赚了100到150点 就这样 还有 我们的put呢 赚4.3倍 8月11号上礼拜五 做到这礼拜一 有没有看到 日子都给你写清楚了 赚4.3倍 好 刚才那个呢 没有获利了结的月选择权 也赚了快一倍 93% 有没有看到 好 那接着 8月14号 那周董呢 礼拜一呢 都休息 所以呢 今天补入礼拜一的 那礼拜一我怎么做 也就是昨天啊 有没有看到这个盘 很简单 对不对 关键价之下 持日限之下 开盘价之下 开在哪里 16567 直接空 直接空 有没有 赚了大概250点 赚了250点 知道吗 那选择权呢 选择权做新的 做新的 16400的put 最低买到47 开盘左右 之后呢 大概9点过后买到的 买到47 赚到147 赚了两倍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再做夜盘 为什么夜盘也要做 你要知道 现在的夜盘的波动呢 已经不亚于日盘 也就是夜盘呢 它的波动也有两三百点 既然波动有两三百点 我们呢看得出来方向 我们就要做 我怎么看出来了 告诉你来 很简单嘛 开盘价 你就弹啊 你弹啊 你弹啊 了解吗 这是五分k 五分k 那弹有什么意义 弹了过后呢 破切线 我就要空 了解吗 因为空方太锐利 好像这样子一路呢 大概赚了八九十点 那我们有做普特 做16300的 你有发现我往外做了 那为什么要往外做 因为呢 跌势惊人 所以呢 可以往外做 从500做到400做到300 16300的普特 最低呢 买到39 最高呢 出到71 赚了82% 这是昨天晚上的 来 今天 8月15号 怎么做 很简单 我刚才讲过 很多人啊 明明知道呢 现在是空方 那为什么他也知道是空方 因为呢 看我的影片 已经看了两年了 他已经被周董呢 训练到 他可以看得懂 为什么被我训练到 可以看得懂 因为我已经准了两年了 那为什么可以准两年 因为我这两年呢 我只教你一件事情 十日仙 十日仙 K棒在十日仙之下 叫空方攻击 底下没有支撑 就一路跌 一路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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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什么时候 跌到他愿意站上十日仙 如果他不愿意站上十日仙呢 不好意思 就一路跌 跌到哪里 不知道 不要问我 为什么不要问周董 当然很简单嘛 去年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的话 你就知道我从二月一万八千点一路空 空到一二六二九 这中间反弹一千点 反弹一千五百点 我也一样做多 我每一次的方向都对 你去看我的影片 足以为证 好不好 所以呢 现在也很简单 你有没有发现 关键价值下 十日仙值下 虽然在开盘价值上 对不对 我连做多的意愿都没有 来看 今天啦 一开开高嘛 那怎么知道开高 答案简单嘛 昨天夜盘我有放空了 我知道 对不对 昨天夜盘呢 我赚了八十九十点的放空的钱 那昨天的夜盘高点在 一六四五四 昨天夜盘低点在一六三三二 所以呢 昨高今天一开就过 哦 强呢 有没有看到很强 对不对 可是呢 周董心里知道 其实是空头比较强 为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每日都有低点 今天虽然没有 可是重点 你嘎得过吗 你嘎得过吗 更何况呢 我还可以偷看 所谓的外资密码表 外资密码表的关键在哪里 外资密码表的关键在 一六五零零 现货啦 明天的关键 一六五零零站得上 对不对 多头还有一丝希望 如果一六五零零 明天现货站不上的话 对不对 先看四零零 再看三零零 再看二零零 再看一零零 最低最低 不排除看到万六 为什么 真的这么惨吗 外资密码表告诉我 就是这样 明天现货一定要站上 一六五零零 否则的话 万劫不复 那如果站上呢 那好家宅 就这样 所以明天现货呢 我今天也交代给你了 明天照做明天赚 好不好 来 所以呢 周董呢 今天早上就偷看 你知道吗 我喜欢偷看现货 有没有 偷看现货怎样 我会知道方向 早上拉了 对不对 拉你去拉嘛 对不对 你一定会呢 再拉一次 再拉一次呢 相对的 你没有呢 持续过高 是不是这边破切 好啦 教你啦 这样叫破切啦 知道没有 知道没有 破切 破切怎样 半康 了解吗 半康 就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今天早上 我就是负责放空 放空 转这一趟 放空 转这一趟 放空 转这一趟 转这一趟 然后又黏住 对不对 黏住我都是空单持续拥有 因为呢 这边赚了 这边赚了 这边呢 有本钱hold住 了解吗 守成本 底下跌到哪里 不塞 不塞 了解吗 昨天最低呢 大概306左右 那今天夜盘如果破306呢 明天日盘就好玩了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只做一个方向 我没有在那什么 跌升呢 我要做反弹 没有这回事 你会发现 我照我的数学做 我的数学是什么 关键价之下 实现之下 开盘价之下 了解吗 就这样 破切之下 就这样 来继续 所以呢今天呢 我的期货这样做 记得喔 破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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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要多会破切 了解吗 我就是空 好不好 我不做反弹 那今天呢 相对的 当期货呢 已经走出这么满山的走势的时候呢 我们的选择权呢 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得呢 很难做 可是呢 相对的 我不得呢 低接 赚这一段 低接赚这一段 最后呢 低接 有没有 终于接到呢 相对最低点 44点 竟然赚一倍 也还没走喔 所以后面会赚多少 明天告诉你 你要看到16500的普特 我又做回来了 好 来 还有16400的普特 这边低接 赚这一段 这边低接再赚这一段 这边呢 最后呢 低接到17.5 赚了快要 快两倍吧 好 应该快两倍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两倍 那呢 我们都没走 那到最后赚多少 不知道 那为什么呢 这么看空 这张啦 外资密码表 外资密码表呢 告诉周董 16500是现货的关键价 明天知道喔 明天站得上16500的话 还有机会往上摸 往上摸一下 就这样的机会而已 那尾盘呢 会不会再收到16500 很有机会喔 因为他就是摸一下 除非呢一直过 如果不可能一直过的话 就这样摸一下 不可能一直过的 这样摸一下 然后就断断断断 就这样好不好 所以呢 明天如果16500不守的话 你可能恐怖喔 恐怖在哪里 先破400 再破300 再破200 再破16100 明天会连续破喔 了解吗 明天会连续破喔 那连续破呢 有机会像什么 我先跟大家预告好了 免得呢 免得呢 你没有办法做准备 连续破 连续破 明天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需要这样子看吗 这是我们的上礼拜的总绩效 那记得喔 要知道我怎么做的 要记得每天都看我的影片 才会知道我怎么做的 尤其是呢 礼拜三我可以赚13倍 这是上礼拜的 那上上礼拜呢 总共32倍 可是呢 单单上上礼拜的 礼拜三就赚27倍 所以呢 就归来 为什么周董呢 会把这次的空头看得这么凌厉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 中国呢 最近呢 出现了所谓的呢 我们可以预料得到 有机会 形成金融风暴 为什么有机会形成金融风暴 而不是呢 像过去恒大一样 大家记得吧 恒大呢 现在呢 好像呢 活死人一样 也就是呢 倒也不让他倒 可是重点 他已经付不出呢 所谓的债息 甚至呢 资金也周转不离了 就摆着 了解吗 可是相对呢 碧桂园 中国的房地产 第二第一大的公司 相对呢 碧桂园最近周转不离 也就是呢 他的公司在 他的公司呢 已经所谓的 没有办法支付利息 甚至呢 没有钱在支付所谓的薪水 相对呢 碧桂园也倒了 恒大倒了 碧桂园倒了 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看到呢 中融信托 中融信托是什么公司 一家信托公司 那为什么现在呢 已经呢 没有办法让大家赎回 付出呢 所谓的过去呢 让大家信托的资金 答案很简单 因为他把这笔钱 借给中国的房地产公司 不管借碧桂园多少 借恒大多少 借其他家多少 不管 反正呢 就是借出去了 借出去过后呢 收不回来 收不回来呢 现在呢 民众呢 要把信托的资金呢 把它赎回 相对的 没有钱 了解吗 所以呢 连金融公司呢 都已经受到这一波呢 房地产公司呢 完完全全呢 卡住的风险 金融断链 那我们可以预料的到的是 那中融信托背后的中职集团 这个银行 它会不会有风险 那如果呢 这个风险呢 会不会联动到四大银行 四大银行 中国的四大银行 会不会有风险 那如果联动到四大银行 有风险 要不要救 重点啊 要不要救 那周董呢 坦白跟大家讲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中国要不要救 这么大的银行 如果呢 像美国当时候呢 就一个念头 我不救雷曼 那相对的 不救雷曼 到最后呢 兵败如山倒 了解吗 所以中国救跟不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是呢 就照着这个来做 照着这个来做 怎么样来做 失先之下 就是空房 了解吗 所以你要知道说呢 周董做的都是有所本的 稳稳荡荡的就告诉大家 我们是怎么样做到的 所以呢 今天特别推出 股票期货选择权三合一 这个专案 就是让大家现在做得到 期货选择权的波动 还可以低接广达 好 那相对的 广达 伟创技嘉 我们高档买的 高档买的 记得最近才买的 全部呢 在今天获利了解 所以呢 怎么样呢 卡位周董最棒的专案 咨询专线 02-2321-9933 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订阅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质根本 再到实地则房产业 旅财周刊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周刊 让你赚金第二份薪水